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Now空检查 对 一般在咱们JavaScript里面啊 咱们的变量是可以定义为空的嘛 对不对 但是在TS里面 咱们就有一个选项了 允不允许咱们的变量定义为空 今天呢 我就来给您讲讲这个知识点啊 好 咱们先往下看 空检查是干什么的 空检查呢 它是用于代码编译时 对程序内的变量做Now 空值的检查来避免业务级别的错误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您做了一个这个用户系统 对吧 用户系统里面 一般咱们倒分配一个用户ID 对吧 用户口令用户ID 咱们想一想 咱们用户接受注册之后 才能够用咱们的系统 那么它的用户ID 是不是这个字段不能为空 为空的话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OK 那么在咱们编码过程中 咱们的代码里面的这个用户ID的变量 肯定也不允许为空 这样的话呢 避免咱们程序中的一些个问题 一些个bug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空检查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今天呢 咱们支持者呢 有两个 第一 如何做空的复值检查 第二 如何实现编译时检测空的错误 好 咱们一个个来啊 首先大家请在这个地方 我有一段代码 这个代码呢 是给三个变量复为空 是Now 或者说是Andyvan 是一个意思啊 咱们马上建一个文件 试一下啊 大家请稍等 我这建一个文件 test.ts回车 然后把咱们的 这四行代码拷备过来 好 咱们看一下啊 我定义了一个mydata1 是strain形 等于Andyvan 在js里面 Andyvan跟Now是一回事啊 咱们都认为它是空就可以啊 然后定义mydata2 strain形等于Now 第三定义mydata3 strain形等于一个初期值 是一个空字串 然后呢 再给它附上一个Now 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这段代码 这三个变量都允许为空 对不对 好 咱们编译一下 我开一个终端 然后咱们敲什么 稍等 OK 咱们试试 我这是敲tsc空格 然后test 一回车 它正在编译 编译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生成的js文件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它是wag生成 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 咱们是允许接收空的变量复值的 没有问题吧 OK 那么如何做到不允许它进行空复值呢 咱们往下看啊 我课程中给你写了 有两个方法 第一 咱们呢 可以使用tsc的一个编译时的命令行属性 我给你打上一个这个帮助文件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tsc的命令 帮编译时的命令的一栏 这里面有一个空的检测 大家看这个地方 严格的空检测 对吧 咱们只要加上它 那咱们在编译时 它就会给咱们检测 但是这个要求 咱们每次在编译时 手动在命令行中 敲上这个option选项 其实非常的麻烦 我呢 教给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 大家请看 用tsconfig进行设置 就可以了 咱们试一下啊 首先 咱们在当前目录下 用t 我稍等我清下屏 好 咱们在当前目录下 用tsc空格 杠杠 初始化一个什么 初始化一个tsconfig的json文件 初始化一个 没有问题吧 大家请看 那这个地方呢 也多了一个文件 没有问题 咱们把这个文件打开之后 看啊 这里面的命令行参 这里面的内容 就是咱们编译时的 命令行的参数 对吧 咱们看这个地方 叫做严格空检测为初 咱们把它打开 好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做严格的空检测了 稍等我把这个对齐啊 强迫症 就喜欢把这代码对齐啊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做空检测 在编译时 咱们试一下啊 看行不行 注意看 注意看 咱们代码中 现在是有空腹值了 对不对 当我一回撤 有点慢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它编译居然过了 而且还生成了新的GS 为了让您看得清楚 我把GS删掉 咱们再编译一次啊 好 咱们再试一次啊 看它能不能生成GS 正在编译 请稍等 OK 生成了 而且呢 还是有空腹值在里面 这有朋友就问了 你不说在这个TSConfig里面 加上了一个 严格的空判断吗 空check吗 为什么编译能过 是因为 这个地方啊 我在学习TS的时候 也经常犯的错误啊 是因为什么 大家请看一下 我编译时用的命令是 TSC空格 加上咱们的TS文件 这个时候编译 它是不读TSConfig.json文件的 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这么编译的话 咱们现在用到的 这个TSConfig.json文件 并不生效 那么咱们怎么用 才能够使用 TSConfig文件呢 咱们这样用啊 把这个编译的删除 默认 咱们只敲TSC 让它去编译 当前目录下 或者说 是您指定的文件 加下的所有的TS文件 这样的话 它就能生效 注意看 回撤 什么都不做啊 直接回撤 这样的话 它会读到TSConfig里面 所有的设置 然后呢 进行编译 大家请看 是不是报错了 报错了 都看到了 什么什么 什么咱们以前的编译时 只是针对于 单个文件进行编译 那么如果咱们要用到 TSConfig这个文件 设置选项 进行编译的时候 咱们不用加上 这个文件名 直接TSC 就可以编译 而且就可以用到 咱们所有的设置 这是我推荐您的 使用方法 不过咱们在教学中呢 因为咱们一般都是 建设到一个文件 所以说 没有这个问题啊 OK 我在前几期讲课的时候 给您说到啊 就是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把这个原文件夹 跟输出文件夹呢 把它分开 对吧 那这地方一设置的话呢 比如说SRC 作为咱们的原文件 然后呢 Output 作为咱们的输出文件夹 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咱们给客户 提供代码的时候 或者说 咱们在这个生产环境中 部署的时候 根本就不会用到TS文件 咱们用的是GS文件 也就是说 咱们给发布文件夹 到生产环境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需要您注意一下 有机会 我来给您讲解一下 如何部署啊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讲解的 关于空检查的知识点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 默认的情况下 编译是可以通过的 是可以复空值了 但是呢 咱们通过一个TS Configure的设置 让它做严格的空检查 就不能够 再做空复值了 当然这地方呢 出FORCE 是咱们自己可以设定了 写上FORCE呢 它也就不做了嘛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会放开中的服务器 那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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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